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下午又来到CDI Talk 我是中华战略学会研究 资深研究员张靖 今天很高兴能够再为各位分享 我对于市局的某些看法 在这边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节目 能够按赞 按小铃铛订阅而且来分享 今天我们第一个要为各位谈的题目 事实上是 今天在美国参议院要开始审议的 有关台湾政策法 台湾政策法其实受到很多 这个台湾政策法其实 这个14号已经排入了审议的程序 而且今天开始审议 但是无论就白宫这边行政部门 国家安全会议或者很多的 在行政体系里头 或者说是很多美国以前的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都纷纷对法案的内容表达了忧心 但是我们在这边也很多人 也写了很多的 这个对于台湾政策法 认为比佩洛西来访 这个就是可能会更严重 去搅起海峡动乱的形势 因为他是做出了一个非常结构性的改变 也就是说从美国 这个就是三个 跟这个中国大陆建立三个公报 这个等于说在这边这个台北北京 还有华盛顿三个之间关系结构的以来 虽然有台湾关系法 后来又冒出了一个六项保证 那这样子的结构 基本上来讲会被台湾政策法里头 法案内容 里头的条文的实质内容 受到结构性的冲击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在这边要特别提醒 这个台湾关系法之中 不是台湾政策法已经明确的讲 他要去修改台湾关系法 换言之也就是六项保证 已经确定会跳票 美国在六项保证之中有一项 有特别讲说 他绝对不会去修改 没有意图要去修改台湾关系法 我曾经在很多不同的场合 不断讲这六项保证只是当年 这个雷根单方面所提的 也不是经过我们的同意 而这六项保证之中有很多东西 老早就受到了肢解跟破坏 而台湾关系法其中也有这些条文 被后面的立法已经有所改变 所以很多的这个六项保证 其实没有一项保证能够算数 如今台湾政策法是旗帜鲜明的 摆明要去修改台湾这个就是关系法 政策法这个对于未来的 等于说这三方面呢就是关系在 这会将会产生了 这个结构性的破坏 也就是和平稳定 真的是难以乐甘的面对 这也是啊就是说我觉得 这个就目前为止 只有绿营政府执政的国安团队 一意孤行 而且根本就没有做任何的表态 而且这个法案的发行人啊 这个参议员菲兰得知 是事实上也在啊今年的年初春夏之间 来过啊这个台湾访问 所以我们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其实是完全是现在执政的绿营团队 在跟美国啊这个国会之间 相互搭配搭唱 然后预备啊去推动的一项 去破坏啊这个现在三方啊 这关系结构的一项啊 仕途 而其中有一项内容呢 我是觉得 这里头的内容虽然很多 但是有一项内容我觉得应该可以啊 深入跟大家啊 来分析讨论 而且仍够啊从这个内容之中 让大家了解啊 这个法案 他真正的用心就是在破坏和平文帝 而且呢这个是明明啊 就是已经存在的事实 他却要刻意把它出来讲一个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 MNNA 叫做Major Non NATO Ally 也就是说 非主要非北约盟友 主要非北约盟友 到底是一件有用还是没有用的事情 我想啊首先啊要提出来 今天提出这个法案叫做2022年台湾政策法 叫台湾Policy Act 22 在啊这个草案之中 这个目前已经开始审议 他指定啊要要求美国的行政当局 指定了台湾为啊 就是啊这个主要的非啊这个叫做呃 北约盟友 也就啊那上面条文叫做 Designation of Taiwan 而是Major Non NATO Ally 这个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首先我为各位要解释 这个所谓这个名词啊 真正的由来啊是什么 美国在外交关系上之中 有很多描述的名词 而且什么 而且各国也都仿效 什么全天后的战略伙伴关系 战略伙伴关系 什么坚强盟友关系等等的 有很多 但是呢这个很多的东西呢 都是啊描述性的词语 但是没有真正的法律的定义 但是今天这个非北约盟友 也就是啊我大家称为MNNA Major Non NATO Allies 确实具有法源而且啊规范的 斩钉截鞋的定义的外交词语 他呢可以远说1987年 由啊参议员努恩也就是Sam Noor 所倡议的法律修正案 他是根据1961年的啊 就是啊所谓的这个 源外法案之中 他将主要的北约盟友啊 纳入相关的条款 而且呢 而且呢他整个修法的过程中 纳入美国的联邦法典 有关啊军队国防 美国的联邦法典啊 有各个不同卷 而第10卷的就是有关呢 MITRIAN的Defense的 之中的第2350A段 要规范可可以啊 在国务卿以及会同啊 国防部的前提之下 与主要非啊北约盟友啊 合作开发国防科技 底下 所以啊这里头明确的讲出来 主动的要求的权责是在国务卿 但是他必须会同啊国防部部长 所以他是啊 授予行政体系中意向权利 所以最初的时候只有针对澳洲 埃及以色列 日本以及南韩这五国家 获得啊这种待遇 但是呢这个东西啊 事件啊慢慢慢慢的演变之后 到了199 这个1996年的时候 美国啊再度啊 针对啊 这个1961年 源外法案的第517条 修订啊相关的内容 然后呢把它 就是收入到联邦法典啊 有关外交的第22卷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里头之中有两个法院 一个是在啊 这个联邦法典的第10卷 第10卷之中是有关军事外交 而另外的一卷呢 就是在外交第22卷的2321k段 2321k段就相关的待遇啊 从原来可以在国务卿惠同国防部长 可以跟特定的国家啊 共同合作开发国防比项 这时候呢他就讲说啊 这个相关的待遇呢 他的范围就继续的扩充 扩充到什么呢 能获得额外的军事跟金融援助 并可比照啊北约盟友 获得武器啊输出控制法案 那个是美国啊重要的军控的设施 就是武器输出法案之中的 叫做AECA 就是Armster Export Control Act的的 规范的豁免权 也就是美国消亡啊北约盟友的武器 他啊这个所受的待遇跟消亡其他国家 其实待遇啊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把它被定义成啊 非北约盟友的话 事实上就是把拉到跟消亡北约的 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地位 但是那只是代表说有这个机会 但未见的能保证获得完全同样的待遇 这时候就是啊在啊这个名单 除了我刚才所讲的澳洲 埃及 以色列 日本跟南韩之后 再顺势加上两国 那两国家呢就是约旦跟纽西兰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其实我现在要跟各位爆料 我们在台湾啊 早在2002年了 就已经有这个待遇了 2002年啊9月30号 美国国会啊 在通过2003年的财政年度 也就是Fiscal Year 2003 这外交授选法案就是啊 这个就是 Foreign Affairs Authorization Act的之中 在啊根据他的法案的第1206条 台湾涉及移转国防的品项的老我 应该有的待遇 也就是啊 Tradamom Taiwan Relating Transfer of Defense Articles and Defense Services 他所述的内容之中 就已经斩钉铁铁鞋 讲的啊下面这句话 就说 Taiwan should be treated as though it will designate a major non-NATO ally 也就台湾可比照美国的非主要盟约 嗯 所以非啊主要非北约盟友 获得同等的待遇 各位这个事情啊 其实啊就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啊 待遇的规范是国会做 但是呢 他是严重去侵犯美国总统啊 执行外交的特权 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之下 美国啊这个国会 当时通过这个条元的时候 当时是小布希总统 小布希总统呢 非常的愤怒 他认为这是侵犯美国的 总统的外交的特权 但是最后呢美国总统啊 布希啊小布希想想想看 还是啊有授权啊 主管采购 科技跟后期呢 国防部代理部部长啊 Wayne 那个是叫Michael Wayne啊 特别啊在啊 8月29号去啊写了一封信 在2003年整整拖了一年 从2002年的9月30号 拖到2003年的8月29号 写了一封信说 根据这个法案的1206条的话呢 将台湾列入啊美国的主要盟友 但是呢相关的法条文字呢 也啊被收录到 这美国的联邦法典啊 第22卷 第110 120点32节 所以各位啊 我再讲一遍 现在呢 要将啊台湾列入所谓主要非啊 这个北约盟友 根本呢就是脱裤子放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老早啊 就被收入啊 在啊这个里头 所以在美国联邦法典 第22卷 第120点32节之中 明明白白的觉得 就是台湾 should be treated as though it would designate a major non-NATO 也就是说 这是为了政治考虑 一方面是政治考虑 另外一方面 美国总统当初认为 这是侵犯他的外交特权 所以在呢 避免大家闹到这个宪政的法庭 到请大法官会议去解释之前 也就是说这个今天啊 这个东西是说 这个资格是由美国来定 美国国会来定 但是不是宣布啊 你是一个 这个主要非啊北约盟国 这是啊 总统的特权 但是当时经过啊 这个双方的妥协 因为是主国会啊主动说要求啊 将列入 那那个小布基总统觉得说 哎你这是捞过戒 你是在侵犯有特权 所以他把它放进去 所以呢既然啊 台湾啊 已经啊 是啊 就是主要的非主 北约盟友 那为什么2002年啊 台湾政策法案呢 还特别在213前 还要就案同级 而且呢 透过很多的修订的法律的文字 要求总统正式将啊 台湾列入啊 指定美国啊 主要非啊盟友名单 各位我必须要跟各位啊 再重新的做一遍 说一遍 这个主要的非啊 这个北约盟友啊 他有两个法源 分别是美国联邦法典第22卷呢 有关外交的第232K段 以及啊 有关啊 国防啊 军事的第10卷的 第2350A段 两个法源分别啊 给啊 这个对象国在武器输出 国防科技合作 还有啊 参与美军呢 保养修护啊 的这个作业的投标 以及军事交流啊 特定的待遇 而且国务院呢 还开设一个网站 到目前为止 总共有18个国家 而且啊 还有再加上台湾 获得这项台 这个待遇 但是他也特别宣告 就是说 台湾是列入清单 但啊 没有将他啊正式的宣告 所以你要知道 这件事情是充满了各种的啊 就是啊敏感性 所以呢 美国啊 小布希总统啊 当年啊 特别发开发表过公开声明 这公开声明啊 特别就讲说啊 这个啊 在批评国会啊 在通过2003年啊 财务啊 年度啊 外交授权法案 第106段的时候 要求让台湾获得啊 主要非要北海域 但特别强调这个法条啊 有可能被误解 美国有意改变 one china policy 而且正是因为这个条件文啊 看起来是在改变啊 美国的政策 所以这是令人啊 不可接受在干扰啊 总统依据宪法处理外交事务的权限 所以他的这封公开啊 声明的之中 他的原文是说 这个section啊 12的OCP misconstructed to imply a change in one-China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in fact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啊 remays unchanged to the extent that this section could be read as proprietly to change in United States policy it impermissibly interfere with the president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 to conduct the nation foreign affairs 所以换言之今天啊 这个直接宣布 就国会要求台湾啊 被啊 列为啊 这个除非啊 北约啊的盟友啊 由这个下列啊 几点 第一 他是在侵犯啊 这个就美国总统的外交啊 这个专属的宪法权利 这个会造成宪政争议 假如今天拜登完全不讲话 那拜登是个农包 换言之拜登也就是啊 跟国会啊 其实是一搭一搭 第二 台湾已经啊 就有这种地位了 但是呢 你为什么还要脱骨子放弃 特别再宣布一点 那难道是啊 这些国会议员是完全不知道啊 美国啊到底现在法律的现状吗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是完全物虚不是物实 为什么呢 你今天啊到美国啊国务院的网站 你就会发现所有主要的啊 非啊北约啊盟友的待遇啊 他文字的开头啊 都是说他是啊得以就是eligible 或者能够can enter into 或者是说啊 容许 allows to do this to do that 也就是说 根据啊主要非啊北约盟友的待遇啊 只是获得5G输出 国防科技合作 参与美军啊修复保养啊 投标作业以及军事交流的机会 但没有任何的保证 所以呢我们经过2003年那个时候开始啊 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们仔细回想了 其实这样有宣布 我们几乎没有获得真正什么实质的好处 而且也没有比别人家获得多多少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啊觉得这个就案重提啊 完全不能反映出来啊 而只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感觉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我们要一个非常现实 而且非常冷静的态度 像啊美国很多很可靠的盟友 沙烏地阿拉伯 对不对 或者印度 印度难道不重要吗 对不对 还有呢 容许啊这个美国在那边驻军的呢 这个叫做新加坡 他们都不在这18个国家的名单之上 这18个国家的名单之中 还有很多啊 美国的国会啊动不动啊 还要把他名单给杀掉 比如说巴基斯坦 阿根廷啊都有这种待遇 也有跟美国因为核舰艇啊 他不能进入他水域啊炒得不可开交的纽西兰 然后最后美国呢还要为了说是要跟他改善关系 特别给他加了这个关系 所以各位这个只是真的好听 而没有真正有实质的帮助 但是呢他是啊会让你啊有一种虚幻的感觉 好像我们跟美国的这些啊 就是说关系啊加强是真的吗 答案是不是的 我们要跟各位讲 就是美国国会啊有很多受他的要求 但是呢美国啊行政部门也没有甩他 2014年当啊俄罗斯入侵了克里米亚的时候 啊这个那个时候美国国会提案要给乔治亚 莫多巴还有啊乌克兰主要的非盟友啊 待遇啊就主要的非啊北约盟友的待遇 美国啊行政部门鸟都没有鸟他 2019年5月份的时候众议院啊还正式提案 再要要求要给予乌克兰此等待遇 而且到了今年2022年2月24号啊 开始啊乌克兰入侵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为止 乌克兰也不是啊就是啊主要的非北约盟友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 美国啊给了乌克兰这么多武器 而他仍然也没有列入这个清单 所以呢我们台湾假如从2003年获得这种待遇 而且没有获得任何实质的帮助的话 那请问一下这些东西我承认我刚所讲 他只是一个机会只是一个待遇 必须要是说你容许或者得以 或者可以可以被考虑 但未见的你能一定有这个结果 所以啊我再跟各位讲 斩钉前前跟各位讲 这个事情的背后就是个阴谋 他的阴谋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啊你啊这个中国大陆不耍 所以呢然后呢才要把它啊列入啊 这里头 所以啊就案重提啊 他真正的缘故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啊讲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再讲啊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啊这个女王啊在啊9月9号的时候啊 这个驾崩 那在啊这个女王啊 这个就是过世 其实英国皇室啊老少就已经预估到有这一天 所以很多事情啊 他处理起来确实是有的要不稳 你今天啊也不得不啊这个佩服就是啊 英国大英帝国 虽然国势啊是往下降 但是呢他啊到底还是有相当的气势 那相对于呢日本呢去啊办理啊 这个安倍国葬呢 他呢就显得不是那么啊这个顺利 这个英国已经决定9月19号盛大要为啊 这个就是英国女王办理国葬 到现在为止据啊这个媒体估计差不多有接近 400位各国的皇室领袖将会去参加 但是相对起来 这个日本政府啊敲锣打鼓 从啊7月份啊安倍御次以来 这个12号已经办了一个葬礼 然后呢7月8号啊 这个街头啊御次啊 为了这个参加选举了 一次啊这个拖拖拉拉 他最后决定9月27号了 已经葬礼办过一次 还要在东京啊北支湾啊公园啊 日本舞蹈馆再办一次啊国葬 两相比较之下 我们今天在想 这个安倍首放的这个国葬的仪式 到现在已经啊其实啊 变得非常相当难堪 为什么呢 因为啊安田文雄以及啊 日本德仁天王都已经宣布 他要去啊这个伦敦呢 去办啊去参加啊英国女王的葬礼 也就是日本啊从啊 政治的领袖到啊国家的元首的象征 都要去那边啊这个调计 但是呢反过来之中 有很多全世界的这个就是说领袖人物 老早就已经讲他不会去安倍啊 这个情绪 所以呢因为啊9月19号跟9月27号 只啊参加只有隔8天 所以啊到了最后啊这个一定啊 很有可能啊会啊很难堪的收场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呢 我们今天啊回顾这个事情 这个啊今天啊这个日本的新冠疫情啊 其实并没有完全消费 日本啊这单日最高啊入境的人口 也是设定了2万人的上线 但是日本从安倍啊遇害之后 安田文贤 就打算啊隆重的为安倍啊去办个国葬的仪式 趁机造势来个外交盛会 用 借此来来彰显日本社会啊 在国际社会 日本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跟国际地位 所以呢当时的外务省啊 向全球195个邦交国 四个跟他关系密切但没有外交关系的政治实体 包含我们 还有呢这个就是香港啊 这个澳门啊等等等等 然后再加上80个国际组织发出了邀请 希望啊获得各方啊积极啊回忆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这个当时啊是极度的高调 但是没想到碰到啊民间啊严重的反弹 不但啊社会啊是严重的争议 而且呢这个原来所预估的预算啊 是严重的失控不断的翻倍 受到很多民众严重的批评 而且民间的啊这个影秀啊 这个意见领袖更更啊公开的表示 这是浪费啊纳税人的金钱 再加上啊这个乌漏偏逢连夜雨 负责啊这个国葬啊 他执行的这个干事会的首席干事 那个人啊这个政治人物啊 这个官员叫做申昌文 被媒体啊爆发 他曾经啊去啊参加过性爱派对 更是搞到啊岸田政府啊 在啊这个处理啊国葬仪式的时候 灰头土脸颜面无光 而且啊特别我们今天啊 今天你要办啊这些啊 就是说这些这个 葬礼啊你总是要 要考虑到民间的义礼跟礼俗嘛 所以安倍家属 其实在安倍遇袭之后 就曾经考虑日本呢面对了 这些疫情的威胁 这个威胁 所以安倍的妻子啊 安倍召会亲自出面说 婉拒了岸田本人以及 自民党所提的国葬建议 所以才决定在7月12号啊 紧速低调啊 这个使用啊 举办安葬仪式 而把它就是说 缩减到啊 这个就是最至亲的好友 但是呢 这个日本政府仍然坚持啊 重复再犯国葬 所以在礼俗毅礼上啊 缺乏正当性 但是啊日本啊 这个政府显然是考虑到 假如说他今天只是办一个 就是追悼会 恐怕的很难啊 去鼓动啊 日本的贵宾前来啊 这个就参加 就是不适合在日本啊 营造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外交绅士 所以才如此呢 横踩入道 无视于家族的意见啊 坚持要去办理国葬 但是呢 你藉由啊这个就是说国葬来办 这个外交合理吗 这个显然呢 其实啊就是说 他是低估到啊 这个民间的就是说 这个反反抗的 这个时候抗议的声让 这个民间的声让呢 先是来就是啊 7月份之后就有民间团体了 有300多个人 然后呢先是 不是先是民间团体就已经啊 有人啊跟法院讲 申请假处分 然后8月9号正式有300多个 民众啊 法律学者律师教育界人物啊 针对啊安倍啊 安倍的国葬 组成一个民间团体 向东京地方法院 提出啊 这个停止国葬的行政诉讼 为什么是行政诉讼呢 因为呢 他认为啊 他办理这个国葬啊 完全没有啊 这个法律的依据 这个属于啊是这个 就是违宪的行政行为 因此显然超出来啊 这个超出啊 这个叫做内阁的裁量权 必须啊 这个叫做由啊 这个日本的内阁啊 不不 日本的这个就是说超出内阁 必须要有 内阁的裁量权 必须要有国会讨论 所以呢 然后啊这样才能依法行政 但是呢 这个就是说这种啊 这个声浪就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不仅呢在东京地方法院啊 有提出来啊 这个诉讼人从300多人 慢慢慢慢扩扎到500多人 而且呢 还有其他的啊 民间团体啊 这个在奇域县 恒滨 还有大阪各地方法院 提出啊同样啊 性质相同的行政啊 诉讼 而且最重要办理这个活动啊 啊他啊超出啊政府的能量 所以有专门办活动的商社来办 就是这个商社呢 又跟呢 主办的政府机关有很暧昧的政商关系 所以很多人就跳出来说希望啊 啊参与啊 这个国账筹备作业 为什么呢 他要防堵啊 而且要监督啊 这个不当的支用啊 这些啊国家的预算 但是呢 其中最难看的就是安倍啊 他的遇事跟统一教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统一教的影响啊 日本政策 所以呢 这个行凶者当初就是心还怨恨 所以采取这种暴力行动 就日本自民党呢 希望透过啊这些啊 自新啊 自律 然后呢去啊 清掉这些啊 跟了这个统一教有关系的人 就疫情呢 这是提优救火 让事态更加严重 也将安倍啊 整个的形象啊就毁灭到非常啊 这个严重的地步 所以现在在这个状况之下啊 这个很多的大国的领袖 都已经明确的婉拒出席 而外籍兵客呢预定出席的人 不但是数量锐减就质量而言啊 他的地位跟党策也往下降 让啊这个东京啊大失所望 所以呢 所以呢我认为 这个两者安葬的日期这么近 让呢各方其实找到一个理由去推辞啊 去啊 出席日本邀约的下台阶 在国际社会向来现实 因为安倍是个人 而英国的皇室呢是一个体系 所以呢就合情合理出席啊 悼念英国的女王的安宁典礼 对比啊事隔多日啊 你啊刻意安排啊 这种啊国葬仪式 这个虽然都是会啊 这个有吊咽外交 但是呢一个是真诚的表达 一个是刻意啊人为制造 你认为安倍的最后的国葬 是不是会很难堪 谈完了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啊再继续啊谈另外一个话题 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啊就是说 这个叫做俄罗斯跟乌克兰啊 就是啊这个叫战争啊 是啊升温 现在呢整个战局啊步入了焦灼的状态 究竟啊哪一方能够胜出呢 其实啊很奇怪 整个战局之中虽然啊 在啊各项的媒体新闻报道 都讲说这个战局啊 对啊乌克兰有利 而且乌克兰收复了近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是为什么呢 这个有好几个啊 这个就是迹象让我们觉得很奇怪 第一个就是美国为什么异常的沉闷 毫不兴奋 除了啊布林肯稍微啊就讲那些话 有很多的地方确实啊不再讲话 照说他们这样啊花了砸下重资 又提供啊晶圆又提供啊军事 的装备的援助又提供啊情报的资源 那假如今天啊战事如此顺利 为什么美国人毫不兴奋 这实在让人啊觉得 非常非常的奇怪 到底这个葫芦啊卖的膏药 还是说啊 今天啊乌克兰部队啊 你知道是啊这个就是他的 目前势如破竹 是一个假象呢我们并不了解 但是呢在啊相对上看完啊美国这一方 我换过头来我们来看看啊俄罗斯这一方 你看看俄罗斯这方这个战局啊整个转列 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继续啊 办啊上和组织的峰会 相关的演习 以及啊各种军事活动 他也没有停下来 而且普丁也不急 虽然啊西方的媒体 以及啊特别是我们台湾媒体 各种在那边敲锣打鼓 好像啊说是啊有很多啊这个圣匹德堡啊 这个哪边哪边啊 这里啊这很多人都啊 这个民意代表议员都欠 希望普丁下台 那为什么普丁啊看起来老神在在 所以呢今天在这个整体的状况之下 我们在思考到底啊就是说 现在这个战局的发展是怎么回事 假如我们今天啊去看啊 这个整个啊这一场啊就是说 假如我们今天将军事啊 当作啊这 这一场啊政治赌局的筹码 我们会发现啊 在乌克兰那边 已经将所有的本钱全部押上 但是呢 在啊 俄罗斯这边 俄罗斯啊有啊 超过百万的部队 但却只押了20万的部队进去 你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在问 莫斯科今天能够老神在在 是不是因为 他并没有将所有的本钱押上去 事实上从2月开打以来 大家原来的预估是应该啊 俄罗斯势如破属 很快就可以啊击败 但是呢当啊 美国以及欧洲啊开始全部啊 射入战争之后 突然俄罗斯啊整个战争的脚步 开始放慢下来 而且甚至还从啊围困基辅 开始往后撤 这时候大家更是看不出来 到底俄罗斯啊在卖什么样的高药 而且呢他刻意啊在放慢啊 这个脚步 让啊从5月份4月5月之后更加明显 就是啊有意将这个战争啊 变成啊长期化 而且呢让啊 就是说很多啊整个经济的社会啊 这个秩序啊这个就是说 叫做变成啊受到了妨碍 而且啊会啊受到了阻碍跟混乱 我们回过头来今天啊再看这场战争的本质 这场战争原来是一个区域性的 原来是一个区域性的军事冲突 这个区域性的军事冲突 为什么到了后来 却是啊演变成了 这个全球性的这个经济的困扰 到底啊他啊问题出现在哪里 就是啊战争一开打 美国啊拿出了这个四招 哪四招呢就是啊 这个贸易的这个叫做封锁 金融的抵制 以及技术的封杀 以及活动的排挤 他们啊就希望 这个包含停掉了 所谓的很多的金融的汇兑系统 对不对 所以啊今天的很多的这个贸易的支出 今天整个啊国际的贸易跟金融的秩序都混乱了 而且他啊也硬逼了很多国家都要停到了商约 在这其中 首当其中的就是欧盟 欧盟傻傻的呢就马上跟着啊这美国的脚步走 结果他能源马上了就要供应受到了影响 明年啊花了啊大钱建了北极二号的这个苏气馆 他也来不用 也来受到了压力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俄罗斯呢 刚开始的时候显然啊这个 因为美国呢把它逐出了SWIFT这些金融的汇兑的 这个就是这个付款支付的系统 看起来是很惨 但是呢他马上就找到取代的系统 而且也有很多国家也非常买这个账 所以呢他呢一方面说哎你这边不买 那我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买 所以在这个金融的封锁站上 他很快就找到了什么替代的市场 他找到替代的市场之后 而且很快的迅速的就消化 而且甚至呢他还销价求售 让这个全球的油价的市场受到了波动 这时候呢 这个趁乱呢就是去捡便宜货的 那个国家就叫印度 我们等会会谈到印度 印度啊一切都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来做 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 那同样的也中国大陆也在那边啊 去购买了很多廉价的油品 要放着就是便宜的货你不买 你在那边啊 这个天天在那边价值同盟 我也在那边 你撑了半天最后呢 你要可能得到一些虚妄的面子 最后啊 输啊 里是输的干干净净 而这就是欧盟 所以今天啊 这个欧盟啊 在啊面对这个问题 尤其是啊现在啊 这个天气啊 在啊入冬之前 烏克兰特别 趁着入冬之前啊 发起这最重要的啊 这是个攻势 这个攻势能不能真正的做工 就目前而言 成如我刚刚前面所讲 普丁异常的啊就是老存在在 美国异常的沉默并不兴奋 甚至啊 把全部的力量都用上了 对不对 假如今天不能抵定这个战局 后面啊将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但是呢 战场 军事上的战场是一位是 另外有一个呢就是啊 外交上的战场 外交的上场呢就是啊 马上啊就举办啊 所谓在这个就是乌斯别克啊 就要举办啊 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 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之中呢 这个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知道就是啊 习近平跟普丁啊将会见面 这些会不会影响 乌俄战争之间的局势 我认为有几个啊必须啊 就是几个这个叫做要点 大家必须要了解 从头到尾 其实北京有他的立场 北京啊并没有去啊支持啊乌克兰 也没有去支持啊就是俄罗斯啊 去啊这个攻击啊入侵啊乌克兰 他也希望两边能够和平啊解决 我在这边啊要特别提醒 2014啊 当莫斯科啊併吞了 克里米亚之后 这个从头到尾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并没有同意他啊 去併吞了克里米亚啊 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地方 他并没有 他总是在这边要站的中立 因为对于他而言 乌克兰也重要 俄罗斯也重要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并没有选边站 有很多啊西方的国家不断的 在那边指控北京啊 是压宝啊压在普丁这边 我认为啊他是希望各交各的朋友 但是呢 这个习近平跟普丁啊 一直啊在那边表示 希望两方啊能够以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啊这边的争端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啊认为 这个习近平跟普丁啊见面 会不会影响俄乌战争的局势 我认为要看啊双方有没有共同的话题 以及共同的意见 假如两方啊基本上来讲 在这儿并没有任何啊 之前啊谈好的共识 啊共识 我不认为会有啊见面之后 会谈的议题 因为啊莫斯科跟北京之间要谈的议题啊 其实啊有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在这边还是要在这边呼吁啊大家 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问题 一定要认真的思索 就是说今天啊两边之间的关系啊 之中要谈的项目很多 不要只有单一点或者单线 认为说他们认了 一定会去谈恶务战争 我不认为是如此 但是呢我另外啊一方面也要提起啊 就是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联盟 其实按照啊很多的美国的大的战略家 说在大战略之中 美国最糟糕的就是同时要去跟啊 俄罗斯以及中国为敌 而且呢去迫使他们啊就要结成同盟 但是呢上海合作组织啊 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 却不是一个军事同盟 他们一再啊这个强调 上海合作只是还没有提升到那边 只是啊 是一个共同安全的架构 而不是一个军事同盟的组织 那会不会啊扩大陆上的势力 我相信啊一般的人啊都会这样认为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审慎的去看 他毕竟他是一个讲究啊集体安全 而且维持和平稳定的一个组织 而不是啊希望他是一个共同防御 或者针对哪一个第三方威胁而言 但是他啊无可置疑他却是陆地上啊 这个最大的联盟 我们要想想看上海合作组织啊 他毕竟是啊就版独而言占了全世界 三分之一啊之大 所以在这情形之下 他能够啊这个透过这个机制 然后啊这个落实共同安全 而且啊不要啊避免啊相互之间斗争 我认为那个是啊具有实质的意义的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觉得 今天啊这个特别是习近平啊 这个在这边呢 这个出访的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他挑在啊20大之前 而且相关的筹备活动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 他已经啊胸有成竹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呢 我们呢会发现这个七常委中 包含栗战书他也啊出访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哦我们会发现整个啊中国大陆 未来的20大 他应该整个议程以及相关的 这个进度以及预备讨论的议题 也应该啊 布局啊承受到一定 但是我们等会儿会再讲 但是我只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今天上海合作组织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啊 他基本的性质 他不是一个像北约一样呢 讲究共同防御的组织 他是讲究一个 区域安全的组织 所以即管他的福源占的很大 但是希望他是啊共同反恐 恐怖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但相互之间也希望透过对话 安排共同啊 去合作增加互信 来啊达到区域安全 所以区域安全的组织 跟啊集体防卫的组织 两者是不一样 希望大家啊能够啊确切认出来 但是啊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啊就要谈到啊下一个话题 就是谈到中国大陆跟印度啊 最近啊附近的关系 我想大家今天啊应该啊要知道 这一次啊这个中国大陆 跟印度的首脑这个目的啊 这个习近平也啊将会啊会晤 那换言之这个我没有传来在啊 这个就是边界啊 这个军长级的会谈的第16轮之中 大家也获得了很多突破性的成果 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常有的过程 他们从他第16个巡逻点 然后呢这个开始啊就是 就印度那边定义的第16号巡逻点 双方啊原来啊对视接触啊 兵力啊相近 都开始向后共同同步的撤军 各位这个情形啊是从从受开始 事实上从啊2020年啊在啊这个 就是其实高峰啊 先是在这个4月间在班公座 也就班公湖那边啊 有相互这个肢体的冲突 造成啊十几个人的受伤 后来呢在6月的时候呢 又发生了啊这个就是啊 加勒万河谷的遭遇战 那在加勒万河谷之中 这个其实啊就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 所以在这种严重的冲击之下 我们就会发现 那在这种严重的冲击之下 我们就会发现他啊 产生了这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造成了这个中国大陆那边解放军啊 边防部队有人受伤 那同样印度呢印军呢那边啊 损伤啊更是残重 所以在这种严重冲突之下呢 双方开始认真的开始会谈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中国大陆跟印度原本之间就有啊 外交部所主导的有关边境的 问题的工作的会谈 那在这个地方之中 他们立刻举行了第18次的工作会谈 而且开始啊就呼吁啊 这个就是边境的要举行军长级的 这样啊这个就是会谈 那军长级会谈 头几轮呢开始啊 这个并不是啊 非常的顺利 但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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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的有了进展 后来在2021年的2月间呢 开始谈出了真正的结果 班公厨那边开始相互 在南岸北岸相互这个撤军 后来的也一步一步 所以到了今年啊6月间的时候 第24次啊 在外交部所主导的有关边境啊 事务的问题的工作会谈的时候 就特别提到 希望第16轮的军长级会谈 能够谈出一个重大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认为啊 这个大家要以下几点重要的认识 就是第一 边境之间的会谈啊 边境之间的会谈啊 他是一直持续在进行 从2020年啊 就是夏季之间严重冲突之后 到现在为止啊 当时是第18次的 由外交部所讲的 边境的工作的会谈 跟后来啊 这个重新建的 就是这个新建立的军长级的对话 这两者一直是平行的 一个进到第16轮 一个从第18次到第24次 这一点一点的成果的累积 而且2021年就已经开始啊 有啊这样后测的对象 其实比较有心的人会看到2022年的1月之间 那年的过年的时候元旦的时候 大家啊这个边境的守军啊 中国大陆跟印度还相互交换糖果 而且啊做一个修战的 大家都知道那个以前伊斯大战的时候 有所谓圣诞节修兵的那个 就是说这个故事 所以大家要知道 其实两边啊都有意改善关键 换言之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中印边界啊 就像一个皮肤壁一样 你要让这个皮肤壁呢 说你真正能够啊害死人呢 也不可能也不会致命 但是他永远在那就是让人不舒服 但是就看啊 辛德里跟印度要不要放下这些啊 成见然后继续啊向前迈进 我认为这是大家应该关注的 所以他不是因为啊 习近平跟莫迪啊 是高峰期要会面的啊 所放的烟火效应 而是他另有啊自己啊运行的轨迹 可是在这时候 迟播天津你知道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印度啊突然就宣布 我不要参与啊 这个IPEF的谈判 IPEF是美国啊所创意的啊 叫印度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他认为这个是啊 去建构啊他的盟友然后共同起来 然后呢在经济层面上 某些啊可能说在经济的层面上 是围堵北京 所以他特徒啊 特别啊排挤北京的参与 而且他也认为啊 IPEF啊 印度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啊 是棄手啊 是 是这个印太战略啊之中啊 非常啊重要一环 你知道所以啊 他是一直称为他是重要的OPIF 就Open and Free啊 印度Pacific的中间的一环 那今天啊印度他宣布说我不要参加 IPEF的话 难道他要棄手印太战略吗 这个看起来啊苗头不带对 而且人的感觉啊 就是让人就觉得好像这个 这个就是印太战略好像 这个在少了这个印度这个环境好像啊 真的是有些问题 就这时候呢 时末天机又冒出来一个讯息 就是啊中国大陆跟印度啊 这个俄罗斯啊还要啊进行啊会商 所以他们今天啊在中亚的会谈之后 会不会啊就是啊 另外建立了其他的和经济合作的机制 来抗衡啊IPEF呢 这就是啊我跟各位讲看这个市局啊 真的是要看啊大格局来看 当然啊到手到这个地步 我是觉得可能稍微有点啊大胆的啊 假设了一点但是呢 确实新德里有意啊 要跟北京啊去啊这个那边放手 让啊这个北京啊有意去改善啊 跟新德里之间关系 可以慢慢慢慢向前的推展 那事实上这个就是 中国大陆驻啊印度的大使 孙伟东也一再的发出了很多正面的讯息 那在这个当口 这个IPEF 印度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他的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议啊落幕的时候呢 美国呢已经啊摆明了他态度 他就是要联手啊这13个国家 来与会的人 他要联手来抗衡啊中国大陆啊跟俄罗斯 我认为啊这个IPEF啊 首先我要提醒 IPEF并没有涵盖啊 所有的经济的面向 他有很多东西其实啊 是美国是受费者 美国当然 经济实力还是最强 但是美国 狭齐经济实力 然后去啊希望啊能够伙同啊 去啊这13个国家 一起来抗衡啊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我认为这个想法可能是误解了 我们说有很多的经济意识啊 这个经济的这些啊这个意识 就是说结构或者这些机制 是有助于啊参与者之间 相互之间的互动 但是很少啊会把他说把他圈起来 然后去对抗外人 我觉得很多啊经济啊相互啊 互动的就是说无论是自贸区 或者说特定的某些经济的机制 有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啊 这个就是误会成当年冷战时期啊 位于巴黎的Skocom 就输出管制协调委员会 认为啊他是结合起来 然后一起啊去啊对抗啊其他人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大家一直有误解 就跟大家原先啊认为RCEF 跟啊这个TPP啊或者后来的CPTPP啊 两个是相互抗衡的机制 那也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这个我们呢其实啊也是啊 被啊锁定的对象 为什么呢 因为啊南韩啊这时候啊去啊 加入了IPEF 这个就啊他认为他的晶片啊 跟电池啊他将然是啊最大的受惠国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 你去加入某一个就是 这些啊经济的自贸机制啊 他其实真正的目的是 希望能够提升你对外的贸易 而不是说我们大家 裹在一起做生意 然后我们大家要推去外面的人 让别人不能进来 这个不是他的目的 美国呢有很多啊这种的思维 其实是相当冷战思维 所以韩国呢 他昨天参加IPEF Int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是希望去推荐他的输出 能够多做生意 但是呢美国呢这个政府啊 他现在啊就有强调的所谓啊 Chip 4 Chip 4呢是要什么呢 美国联合啊南韩 我们还有日本 然后呢共同啊去垄断啊晶片的制造 问题是你要知道 我们今天啊制造出一个东西 你能找不到啊顾客 你关起门来 你技术也不能提升 为什么要能够提升技术 就是因为有你不断来的 这些技术的需求 所以你会不断的希望啊 这个技术提升 而且呢希望满足啊市场的需求 假如你今天做的东西关门 技术再提升 你找不到市场 那你有什么用呢 所以今天啊 Chip 4 我们也是一个面对一个难 这个难题 所以今天啊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必须要再问 说今天这些经济势力的对抗 会不会啊就是说 这个就是尤其是越来越有这种冷战 氛围之中 会不会取代啊全球化 各位 全球化 我们有很多国家受惠于此 全球化也让很多人啊感到啊 他的压力也受到负面的效益 所以有全球化跟反全球化 但是呢因为啊 这个今天呢我们所见到那种冷战思维 这个就是化僵涉地 然后变成集团之间相互的 去抵抗冲突 矛盾对抗 这个其实不是反全球化 你知道反全球化 有反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反全球化也有反全球化的考虑 但是呢 现在利用这种对抗的思维啊 这种势力对抗的思维 将来会不会取代全球化 我认为这是一个 我们大家必须是思考 我们也必须要去关切的话题 我们毕竟啊台湾啊对于我们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啊这个所谓的 跟人啊能做生意 我们啊这个货能出去 人能寄来 我们能发大财 我们才有活路 今天啊在那边靠一个 立一个什么台湾政策法 然后在那边把自己啊都是啊虚的 然后乐滔滔 成为我刚刚今天讲过啊那个Major nonatal ally 事实上啊不是啊就案虫草脱裤子放屁 而且呢这个啊 我们要搞了这么久 啊 这个从2003年一直到现在20年的时间 我们其实啊也未见得从这里头 真正获了什么 今天就在那边设定之中 而且有很多重要美国盟国也不在其中 所以我们今天啊去面对问题 真的是要把把事情啊 这个想清楚 再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今天啊 这个对岸的一话题 大家比较关切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共产党在啊 这个8月30号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 决定啊在10月9号要召开啊 这个第19届啊第6次第7次啊 这个中央委员全体会议 而且要随后就要紧接的在啊 10月16号召开啊中国共产党 第20次啊全国代表大会 那今天啊20次大啊 这个已经变成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但是20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要处理的是人事的问题 还是政策的问题 我们其实按照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的明文规定 其实啊可以知道他这里头啊 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他啊这个开啊全国代表大会的 就是说他的任务 我们假如今天啊仔细去想想看 这个 假如把中共20大认为啊 他是啊就是说这个叫做中共20大 所以这个就说认为他是啊 这来处理人事的问题 我觉得这可能是稍微有点误认 因为真正处理的人事问题啊 是啊 就我们要先去看他有关呢 就是说他这个整个 他的真正的就是说 他的功能是什么 我们今天啊要首先回顾到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第20条 这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持权啊 一是听取跟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所以换言之这个第19届的其中 会通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对于第20大的报告 由啊习近平会啊在担任的党书记 然后他会去报告 第二就审查中央啊纪律委员会啊 这个委员会中央纪律啊 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记住啊这两者并不一样 一个是有审查 一个是听取跟审查 所以真正在公开的议程之中 去啊把那个真正的 就是对于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中央委员会所提的报告 只有会啊公开宣读只有那个 而中央纪律这个检查委员会的话 是啊只有审查 换言之有送去然后阅读而审查 但没有听取 第三是啊讨论跟啊决定啊党的重大问题 到目前为止好像并没有看出来 任何重大的问题啊有研讨 而且啊去提案 假如要提案的话也要经过政治局 然后来主持啊 在啊七中权位之中做成了决议 然后交给啊这个党的大会啊 去啊这个全国大代表大会去啊讨论 那第四个呢就是修改啊党的章程 到目前为止已经啊这个就是说在啊 九月份召开啊政治局的 全体会议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要对七中啊 提出所谓党章的修正案 所以呢在10月9号的时候 当啊第19届 第7次啊中央委员全体会议的时候 就会啊有相关的党章修正案 其实我们呢可以看出来在中国 共产党的历次啊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都会啊有修改啊党章 其中有些是属于啊招式性 政治招式性的啊词语的改变 有些是啊其中是有关党的啊真正 运作的规范的改变 那最后呢这个有两点 第五五点就是啊选举中央委员会 第六点就是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要这个了解 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啊就是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人事传承啊实际上啊 是在20大的一中权位 也就是说20大选出来了中央委员 然后呢跟啊中央的候补委员 还有这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还有啊候补委员 但是他没有权利啊是决定啊 更高层的人事案 所以啊他们啊当选出来中央委员之后 会立刻去啊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 这时候啊第二十届中央检局委员会啊 也会啊纪律纪检委 也会列席这个会议 所以根据啊他的这个 中国共产党的章诚第二三条 他的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 还有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 全体啊会议选举 所以20大一中啊是真正的 是决定人事传承 那这里头啊有特别讲 这个总书记啊 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要必须从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啊 选举 而政治局的常委会啊 在中央委员 全体会员的闭会期间 行使中央 这个委员会的啊 这个就是职权 那同样的这个中央军委的 这个委员也是由中央委员会啊 来决定 所以在这里头还有中央啊 这个书记处的 这个成员也是啊就是说 这个由啊中央委员会啊 去啊通过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真正高一层的人事的安排啊 更高层的人事 是中央委员啊 也就是啊 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的决定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哪一天召开不知道 但是通常是警戒人就召开 就是二十大召开的时候 会选出中央委员跟候补委员 还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跟候补委员 然后他召开二十大的 就是说这个 二十大的这个叫做 二十二十大一中 那我现在有一个事情啊 就是蛮蛮有趣的 就是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第二十条 党的全国大会啊 代表大会的啊 这个就是说 这个人员啊 就是说应该是由 这个中央委员会啊来选举 所以呢 这个因为他在党章第十九条 就全国代表大会的 这个名额以及要选举办法 由中央委员会来决定 那究竟什么时候他们决定开呢 是2021年11月18号 中共啊中央委员会啊 这个就是通过召开了 中国共产党啊 这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的这个就是决议 但是呢很快的在2021年的 10月18号 中共中央啊 就印发了一个关于党的 二十大 对二十大代表选举的工作的通知 所以今天二十大代表的原额 跟选区呢有没有变化 事实上是有变化 因为原来的选区是40个 现在是38个 其中呢原来的中央直属机关 跟中央国家机关呢 合并成为一个选区 叫做中央和国家机关 而解放军跟武警啊 原来是两个不同的选举区 现在合并变成啊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所以他从40个啊 全只有根据那个 然后合并变成38个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去问一个问题 说啊 假如他今天不是啊 这个是原先啊 由第六中权位 这个通过啊 列入到关于啊 召开党的啊 第二十是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内容的话 那就有啊不符合不符合党章程序的问题 假如说他只有中央书记处直接啊 印发关于党的二十大的 选举工作会的通知上啊 来决定这个选举区啊 从40个到变成38个 那很可能要第七中啊 要能够要能够把他啊 就是说这经过裁决 然后来把他追认 所以他究竟是追认呢 还是说因为啊 这个关于召开这个就是当初十一届 啊不十九届六中 关于召开啊 党的第二十是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啊 从来没有内容没有向外公通知 所以他的原额跟啊选区 他到底是由谁来决定的 是中央书记处决定 还是啊 根据啊党章啊第十九条啊 是由啊中央委员会决定 这是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 很多啊中共啊政治的观察家 其实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不过啊无论如何 我们会发现 我刚刚所讲在开幕的前夕的时候 习近平啊对外出访 栗战书啊也啊代表出访 所以我认为整个啊未来的会议之中 整个大局啊已定 但是呢从另外一点呢 从大局已定呢 我还要更啊 也讲到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高层的出访 是不是在暗示啊 整个动态清零的政策要调整 因为以前啊 你要想到一件事情 以前啊凡事都在整个大会 对对不对 结果现在马上要召开啊 这个十九届的这个七中 对不对又要顺势召开二十大 在这个时刻 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 他的高层还要对外出访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是不是认为就是说 这个对外开放是迟早要是 我们都知道清零政策 影响他们呢 就是说整个的政策的变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要 要思考 这要调整的清零政策 但是呢 我们也要提醒 有很多人认为二十大之中可以解读 二十大之后很多啊对台的政策 很可能啊会变化 我认为大家只能读到二十大时候 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所通过对于第二十大的这个就是报告 而这个报告之中 必然有对港澳台的那一段 那我认为这其中呢论述的文字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呢我必须要讲 这个两岸的情势啊真正啊 是确实一天啊不比一天 啊美国如此的三一风舔鬼火 目前甚至三雨欲来 台湾真的要审慎的面对 尤其啊这个台湾政策法 处在这个档口 而且呢中国大陆啊各种的形成 多是真是啊 属于啊就是说整个啊 在啊调整期间 这就跟啊一个这个就是说 动物要退皮的那个状况 要重新啊再生 或者凤凰要去浴血再生的阶段 这段时间最为脆弱 所以你有发现 美国这个政策法 只有很少数啊中国大陆很少数的回应 但是啊到目前回应的基调是如何 我想啊台湾政策法 其实啊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而呢这个裴洛西来访 是一个象征性的信号 而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认为这种结构性的冲击 我们很可能会面与对啊另外一 一个啊这个更来啊更高的浪 而且也会啊更急更猛 那究竟未来是如何 让我们啊真正啊 要小心翼翼的看下去 今天为各位啊 这个分享我对于这个整个 就是世界的看法 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啊 本着爱护张老师的这个心情 啊来继续收看CDI Talk 张静啊这个老师为各位啊所分析 请不要忘记按赞 啊敲击小铃铛要订阅 而且啊尽量将这个分享给大家 我在这为您啊 分享我对这世界的看法 我也觉得我也很负责任的 去了解所有的法令 规章 还有很多这些啊结构性的东西 我不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 我也不是啊听到一句话就在那边随扯 就随便跟你啊鬼扯 我一定要本本分分把所有的法条查出来 我认为各位 这是我们去了解啊这个世界啊最基本的功夫 去了解中国大陆的政策 或者美国的法律 这是真正啊要下的功夫 我在这那个东西是不能打折够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那边谈了一个钟头 谢谢各位 您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